看他們從哪邊走 你們從那個方位去幫忙一下 黑漆漆的坑洞裡 一名學童倒在底部 消防隊員深入洞裡 查看男童傷勢 男童被抬上單架 從1.5米寬的寒洞救出 一旁老師心急如焚 男童家長這時趕到 爸爸跟著去 15號下午3點 這名11歲的金融正兵國小 小六學生 到校內支援回收廠 哪知道地面有坑洞 當場衰落 支援回收它這個門很難開 鑰匙平常已經插在外面了 但是它可能沒有辦法 力量不夠 所以它沒有開 所以它就藉由旁邊的門進去 然後發現有一個洞 它就想要爬過去開門 可是裡面是沒有燈光了 平常我們老師都會在現場看 它可能沒有注意就掉下去了 我們跟小朋友估價 他都沒有肥驗 然後我們同仁就從另外一邊 應該是光輪帶我們從另外一個 十幾公尺外的那個 寒洞進去 支援回收廠的後方 整個土石嚴重被沖刷 垃圾石塊整個位移 已經不是原本面貌 仔細一看這個坑洞大小宛如小型的天坑 大約寬1.5米 深度則有6到7米 至於好好的資源回收廠 怎麼會有坑洞 疑似和前天大雨有關 之前沒有發生過 那我們這邊一直有做監控的動作 有委託做監控的動作 那可能是連日大雨的時候造成的 那接下來我們會要求市府這邊來檢測 學校這邊這邊的區域 現在地址的一個狀況 那以免同樣的事情再度來發生 那另外也請學校先把空間維護起來 讓在這邊就讀的學生 盡量不要靠近這樣的環境 我們對這山坡地的這種 水族保持的跟做這種提高警覺的注意力 我們要平時就要保持這樣的警覺性 然後試吃做好這個該做的防範動作 初步研判可能是資源回收間 下方的排水寒洞 經過連日來的大雨沖刷 導致地板塌陷 索性男童被送醫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目前校方禁止學生再靠近資源回收場 以免再發生意外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